為了傳承園民織布工藝文化 同時也能結合時尚潮流 將傳統工藝進步發揚光大 南投縣府園民局將在明年一月 舉辦彩虹織女竹服創新競賽 不過在此之前 就先邀請專業服裝設計師開班授課 希望藉此提升織女們 從設計到打板以及裁縫的專業技能 那主要是我們的南投的賽德克族 泰雅族以及布農族 都有傳統的工藝師 以及我們傳統致力於我們織紋的發展 所以如何將我們這個傳統文化的頂域 結合我們現在時尚 能夠讓我們這樣的一個織品工業 可以傳承下去 今天上課呢 除了我們上怎麼樣打板之外 我也教同學員們如何去縫租 如何製作魚骨的製作 讓身形的馬甲效果更好 一些禮服的製作技巧 公布法會教給大家 許多專精在傳統編織的織女們 或許在編織技法與圖文的部分都相當厲害 要做成傳統服飾也不成問題 但如果要做成像是禮服等 具有現代時尚潮流的服飾 又是另一層次的專業領域 因此這樣的課程不僅吸引一般族人來上課 就連資深的傳統編織工藝師都來上這門課 希望將來學以自用 拓展傳統編織發展的方向 來這裡是讓自己多學習 然後聽到老師這樣 我們的圓民部可以變化很多花樣這樣 然後在國際上能增加一些明亮度 因為我們要增進我們的記憶 我們要拓展我們自己的視野 那看他這樣做 那都是我們沒有用過的技巧 所以這樣我們真的學了很多 透過這樣的學習課程 來上課的織女 除了傳統織布以外 也進一步認識服裝設計 以及裁縫等相關領域的專業知識 大家也都躍躍欲試 希望在明年的彩虹織女竹服創新競賽中 讓大家看見自己製作時裝與創新的能力 原是新聞NO 南投埔理 草寶報導